腦退化症是21世纪的健康危机 全球每4秒就有一个新确诊的腦退化症患者 在香港,每10名70岁以上的长者 就有一名患上腦退化症 至于85岁以上的长者 每3名就有一名患上这个病 随着人口持续老化 本港的腦退化症患者的数量将会不断飙升 2009年,全港有超过10万名患者 估计去到2039年,患者数目会增加到33万 有见及此,一向重视长者福利发展的香港赛马会 已经预示到为患有老退化症患者 提供周全护理的迫切性 所以在2000年的6月,资助成立赛马会旗志园 为老退化症患者、家属和业界同工 提供适合的服务和训练 并且邀请积极推动本港 老退化症研究和训练的香港中文大学协助管理 赛马会旗志园环境清优 这里由环境设计到中心里所有设施 全部都是为了老退化症患者 度身订造 而且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护士、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社工和起居照顾员 提供优质而全面的日间护理及住宿服务 在赛马会旗志园的记忆诊所 我们的医生会为我们患老退化的长者 做这个检查和评估 本着夹早诊断、夹早治疗这个理念 尽量拖慢他们退化的速度 并且减轻照顾他们人士的压力 提升我们的长者的生活质素 并且为他们的家属 或者照顾他们的人士 提供支援的训练 让我们的长者可以继续留在社区 安享万年 除了以上对老退化症患者提供的服务以外 赛马会旗志园 乐意为各机构提供顾问服务 定期举行讲座和工作坊 提升照顾老退化症患者的知识 和照顾技巧 赛马会旗志园 亦都致力研究工作 探讨老退化症的成因 护理和治疗方法 我们特意设计及研发 专为患有老退化症人士而设的产品 供护理人员及照顾者使用 过去15年来 赛马会旗志园 一直不为余力地 帮助患有老退化症患者 直接使用服务超过2000人 而使用日间护理服务的人次 高达16万 至于住宿服务方面 就有超过5万人次 舒缓不少家人的压力 我来到旗志园 觉得挺好 好好好 刚才去发院中花 写字 踩单车 做运动 健康点 姑娘对我们也很好 个个都聊得起来 有聊有笑 有说 帮助老人家 大家有聊有笑 这样就好了 其实最初我妈妈患了老退化之后 其实我们和家人都感觉到很大压力 有担心 还有真的有时都挺无助的 看到这些情况 但是幸好 赛马会旗志园之后 她教会我们 如何去明白这个症状 明白我妈妈多些 而且最重要是如何去照顾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逐渐稳定下来 我和家人都真的安心了很多 赛马会旗志园在过往15年期间 也举办了多个大型活动 从而提升公众人士对于老退化症的认识 活动包括 2010年举办 赛马会旗志园 10周年期痴癌症证明比赛 赛马会旗志园为了庆祝10周年 由4月开始举办了痴癌症证明比赛 比赛的结果 在一众嘉宾致辞之后 船职宣布 最终由保协会诗园学校的陆子亭同学 凭她创作的新名字 老退化症脱荣而出 成为总冠军 2010年高坤校长及高黄美云女士参观旗志园 同年旗志园万分荣幸获得光纤之父 诺贝尔物理学长得主高坤教授 在太太黄美云女士陪同之下参观旗志园 2013年护老启动计划 旗志园和刘金仲在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期间 合办一项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 名为护老启动的计划 当中包括学校巡回广座 老幼齐动老游戏设计比赛 游戏设计工作坊及护老游戏日 鼓励大众关注老部健康 预防老退化症 2014年举办的 《老动传承公众教育计划》 承蒙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编捐 超过250万港元 给赛马会期资源 推行老动传承公众教育活动 希望增进社会人士 尤其是公私营机构的前线员工 对老退化症的了解 明白老退化症患者面对的困难 鼓励大家伸出援手 共建关怀老退化症患者的社区 香港赛马会 勉励其资源 继续为老退化症患者 提供优责的服务和训练 协助患者减慢认知能力的衰退 维持正常的社交活动 并且透过各项支援服务 舒缓老退化患者家属的身心压力 同时也积极进行培训和研究 推动老退化症服务的发展 赛马会期资源 将继续与业界和家属照顾者 并肩携手 为老退化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建立老退化症患者的友善社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